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儿 奇怪 只是这样 殿下 不要过来 有埋伏 地狱之荒 力量加持 尽力操控 雷神进去 天使教主 恶魔之御 地狱之御 地狱之御 你可不会以为 哪几个废物的技能就能对付我了吧 当然不会 只要能拖住你们就行了 现在阵法已成 殿下当心 现在已经用不上你了 破坏梦幻天堂者 挡住 四象大阵 四象大阵运含了整个梦幻天堂的法则之力 你们是无法挣脱的 我杀了你 别嘴硬 大阵会逐渐剥夺你们的所有能力 很快 很快 你们就会变成两个废人 四大神殿并没有被破坏 而其余继承人生死 都是因为被剥夺了力量 但做到这一切的恐怕只有你了 对 可以动用法则之力的神格 没错 现在用在你们身上的法则之力 是其余继承人的千倍百倍不止 你们今天必死不敌 不是让你不要出来吗 肯 肆意损毁梦幻天堂 残忍的屠龙生灵 我一定要代替自然女神 亲自身猜猜猜猜猜 不然只要这样 你才会现身呢 时间之事 规则运处 万物之末 法则逆处 怎么回事 放生了什么 梦幻天堂的法则 被更改了 殿下 最后一步已成 现在整个梦幻天堂 已由您掌控 神格 也将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干得不错 终于没必要再跟他们演戏 让他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法则之力 遵运 殿下 自然女神 是掌管自然运转的神明 万物的繁衍生息 季节轮转 都有它维持 圣魔大陆 就这样繁荣了数万年 直到六千多年前 也就是七十二魔神柱的将领 他们散发出的气息 能将圣魔医变成魔族 圣魔大陆 情特间成了可怕的地狱 可数万年的守护 这片大陆 早已将自然女神的孩子 它拼尽一切来守护圣魔大陆 最终 它成功阻止了恶魔气息的迁徙 但自己也受到了无法愈合的重创 即将陨落 云诺之际 它强行将自己的神额剥离出来 用起圣的力量 创造了梦幻天堂 用以放置神额 此后 神额便留在梦幻天堂的核心 梦幻神殿中 继续维持大陆的自然运转 而六千多年的时间流转中 神额也逐渐有了意识 你就是自然女神的神额 不错 还这里 正是梦幻天堂的核心 梦幻神殿 所以 刚才是你将我们传过来的 嗯 可能神额对你们人类来说太过陌生 所以人类也将我误判为 智慧玲卢 智慧玲卢 表面上 魔族继承人们是来和人类倾程 但阿宝的真正问题 则是为了帮助魔神皇陛下 获取梦幻天堂里一个特殊的灵笼 原来魔族这次进入梦幻天堂 真正的目的是你 嗯 神阁是神明力量的来源与核心 我想 一定是魔神皇的修为 已经突破了百万灵力 一旦拥有神阁即可成神 要真是这样 那圣魔大陆就真的离魂念不远了 好 梦幻天堂的力量 主要由梦幻神殿与四大神殿掌控 可因为魔族的头路 随身的梦幻 如今正在逐渐七十梦幻天堂 四大神殿 不得不分出大部分能量去进化梦幻 而正也正是四大神殿最脆弱的时候 魔族就是想趁机摧毁它们 一旦魔族成功 那我们所在的梦幻神殿 就失去了保护与隐蔽 彻底暴露在魔族面前 但还好你来了 你自然最亲和的光明之子 啊 光明之子 嗯 我想请你帮我 看来 他 也在行动 那怎么回事 那个女的突然就不见了 文迪 看看预言是否有病 是 殿下 趁言之书 命运之心 欲献未来 宇宙规则 无限时间 皆有我凝世 万物实命 未来之欲 均受我感知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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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让一切 回到原本轨迹的那 不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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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一切尚在预言之中 您不用担心 很好 一切暗原计划进行 先去破坏四大神殿 是 处罚 遵命 月儿 冷小 您俩跟我和门敌一起 殿下 我也想为您出一份力 而不是一直被您保护 殿下 就让月儿和深商一起去吧 之前你不是说 想和北部十个行省通商吗 已经给你谈好了 现在整个魔族的通商业务 都归你的月儿商会所有 感谢殿下的厚爱 但唯有靠自己的能力 来获得这一切 才能证明我的价值 宝哥 我也过去了 月姐 等等我 殿下 这样的女人 才值得我喜欢 不是吗 等拿到神阁 一切就都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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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会通过密法 把你们的能力 全部提升到六级 这是我在梦观天堂 等级限制下 能为你们做的极限了 这就是 六级的感觉吗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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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团长 接下来我们怎么安排 需要保护的目标太多 但我们又不能过于分散力量 大家来一下 我们接下来兵分三路 张团长 王媛媛司马仙一组 负责守护土神殿 彩儿林心陈英儿一组 负责守护木神殿 我和韩羽一组 负责守护风神殿和水神殿 事成之后 我们回梦幻神殿广场集合 这次我要打个爽 媛媛 你可不要拖后腿 我的拳头可不是吃素 不是我长魔族志气 虽然我们都溜接了 但那些魔族最低也有七级 我们还要分散力量和他们打 是不是需要准备点什么其他手段 我作为自然女神的神格 虽然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但在梦幻天堂内 掌管法则当是我的擅长 这是我的法则之印 接下来我将告诉你们如何使用 宁儿 接下来可是硬着 咱们可不能拖副团长护腿呀 除了等级 魔族那边还有个能预言和干预未来的人 就是要利用他的预言 我们要快点了 小独将军 感谢你舍命救下财儿 你们皆是我被英解 我定要魔族血债血偿 大家出发 虽然你已有对策 但魔族此行就是为了得到你 你最好不要陷身 但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自然女神留下的一切 被魔族见他 真是一座美丽的神殿 毁掉他 可真令人心痛啊 天使碎梦 奏出你悦耳的悦章 多么动听的哀鸣啊 别急 续曲之后 才是更华丽的悦章 结束了 凭你 休想动神殿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个送死的 哎呀 不过你的眼睛 倒是前所未经的美丽呀 奇怪 这眼睛总有点眼熟 让我想要匍匐跪拜 正好正好 那就把他的眼睛安在我的前呢 那也得看你有没有你的实力 来呀 你在做什么 看你把琴丝和弄无限视方攻击 如若不解决 我的灵力迟早都会被他耗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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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 醉梦就没事了吗 这天使醉梦 是由我的灵力化成的 而我的灵力 则是用不完的哟 他能吸收周围的任何元素 转化为他的灵力 千万岸 他的灵力岂不是永远不会枯渐 天使醉梦 加强吧 亲爱的 你的眼睛 我挖定了 不能再拖下去了 得想办法激怒他 比他欺赏卧神之一 我爸 你越躲我就越兴奋 这就是你的全部能力了吧 到现在都没伤到我 看来 第九部魔神继承人也不过如此 你说什么 我说你 太弱了 我现在就要把你的眼睛火花出来 绝对疯运 你 绝对疯运 就这点本事也想走我走 韩瑜 就是现在 王之重力 黑色杀道 这么弱 也好意思说自己是魔族继承人 心死我了 不要 我要把你们俩人死了 我神之地 解放 现在我就让你看看 第九处天使魔神继承人 透透的动火 天使降临 罪恶之断 卑微的蝼蚁 准备引起这毁天灭地的伤害吧 的确很强 但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哈哈哈哈 就这种人也想和我道 此之意 夺夺 怎么回事 我的灵力在流失 大招也失效了 这就是梦幻天堂给你的回礼 法则之意 曾将你超越梦幻天堂规则之上的能力强行剥夺出来 现在 白武 天使降临 随和之断 刚才一直气怒我 就是在等这一刻 不过 你 能将超越梦幻天堂规则的能力强行剥夺 这法则之印 简直就是他们的克星 韩宇 这个传承只免能加速灵力的恢复 最适合处在团队辅助和治疗位置的你 团队辅助和治疗位置的你 团队辅助 嗯 谢谢 不用客气 接下来只要关闭能量核心 就能造出神殿被毁的假象了 就能造出神殿被毁的假象了 凤神殿应该已经得手了 本地 其他人进度如何 其他人已到达另外三座神殿 应该很快就能结局 看来我们的计划 也要加快部署